好的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回来 今天我们还在森林湖 托尔兄弟最新的小区 我们先来看它其中一个大小区里面 其中一个小区叫Magnolius 这种的样板房 我们上一期看的是和这种一样 只不过它是新交房的新房 我们来看一下样板房 我们上次看的就在前面 我们今天来看它样板房的第一个户型 托尔兄弟 巨大的厨房 样板房都是升级到了 所有东西都升级过的 稍微看一下 这应该是个橱柜 非常的漂亮 那我们上二楼看一眼 家庭厅 这个户型和我们上次看差不多 第一个是我 第一个是我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这第一个户型看的有点尴尬 刚才有个销售人员在这里面 这个是第二个户型 外面长得稍微有一点点不同 进来看一下 楼梯照样在进门的左手 然后左边这里是一楼的房间 现在改成了一个书房 非常的漂亮 这个样板房装修的一个比一个漂亮 然后这里是厨房 哇 客厅 然后后院 很多水池 还有两个水池 喷泉 这里有一个 中间还有一个 太漂亮了 我非常喜欢它这个 中间巨大中导 它用的这个石头 这是什么石头 并不知道 而且它这个台子的用料 是和中间这个不一样的 而且它中间的抽屉 颜色和边上橱柜的抽屉也不一样 这个当然 你如果买新房的话 大家可以自己来选 这个是一楼的葡萄室 一楼差不多这样 我们现在上二楼 我觉得这个很像 我们上一期看的那一套 其实第一个样板房也很像 左手是主卧 上来是一个巨大的家庭厅 右手里面小楼道 第一个卧室 自带卫生间 然后对面 是我们的第二个卧室 也有自己的卫生间 布置的都非常漂亮 然后家庭厅 左手这边 是我们第三个卧室 它每个卧室里面 设计的都不一样 我们最后来看一下 第二套样板房的主卧 这里是洗衣房 在主卧门口 然后 这套有阳台 我们先看它卫生间 卫生间 它这个水池 左边的比右边的低 它这个衣柜 还有厕所的布局 和我们上一期看的那套 差不多 浴缸在这个中间 浴缸在水池的中间 然后我们看外面 它们现在摆的是一个 小的健身用的 健身房 在室外的健身房 挺漂亮的 那我们第二套样板房看完 现在去看第三套 这第三套样板房 建筑风格就不一样 3111尺 五房五位 这个门是往左边开的 哇 这门左手照样是一楼的老人房 挺大的 有个布局是衣帽间 然后对面是卫生间 右手是我们上楼的楼梯 一进来 哇 这个好大 客厅 厨房 这一个比一个高级 然后它这一套呢 外面后院装了个泳池 非常的漂亮 这边还有烧烤炉 这是自带的烧烤炉 那我们上楼看二楼了 那么上楼的时候 跟大家说一下吧 这三个户型 这三种户型 它这个小区里 好像还有大概六套 可以买的 所以大家喜欢的话 可以抓紧时间 上来是家庭厅 我们可以看马路对面的 还正在建呢 还没有建完 家庭厅 家庭厅这边是主卧 那我们看左手 哦 那这个 这一套是和我们上一期看的 好像是一个户型 很好奇 为什么滑板挂在 卫生间里 第一个房间 第二个房间 哦 蓝色的 这个我好喜欢 哇 它这个漆用的也很好 质量非常好 这里面也有自己的卫生间 但每个房间都有自带的卫生间 这里是我们的洗衣房 然后这是第三个次卧 卫生间非常大 那我们看的一样 哦 这个窗外呢 就是它 这个小区其中一个小公园 就在这个样板房的马路对面 一般样板房 它这个放的位置 地理位置都是这个小区里最好的位置 最显眼 最方便的位置 然后楼上装的是实木地板 我忘了楼下是不是木地板了 进来同样小柜子 巨大的床 那我觉得这一套是 对 没错 水池 浴缸 哇 升级过的衣柜就是不一样 太漂亮了 大衣柜 那我们视频结束之前 我来给大家补充一下 刚才没有说的信息 我们刚刚看的第一套样板房 现在还有四套可以买 第二个户型有三套 然后第三个户型也有三套 如果大家对这三种感兴趣的话 可以通过屏幕上的联系方式 随时联系我 那我们这一期的视频到此就结束了 如果大家喜欢的话 可以考虑点个赞或者关注一下 那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